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苏妈妈 今天要来介绍柴布的工具和方法 柴布需要三种工具 柴刀 柴尺 柴垫 这三种工具组合在一起 就能够很精准地柴出自己需要的尺寸 首先介绍的是柴刀 材刀有分尺寸 我用的是可乐牌28mm的小材刀 和OFA45mm的大材刀 28mm它是适合裁切比较小的布片 也可以裁有弧度的布片 这里有个安全卡榫 锁住了刀片就不会动 把安全卡榫反过来 它就适合左手的人用 刀片是可以更换的 45mm的材刀它适合裁切比较大 比较厚的布片 一样有个安全卡榫 锁住了它就不会动 把刀片反过来放到这里 就适合左撇子用 一样都是可以更换刀片的 一般来说如果有弧度的布片 我习惯用剪刀剪 剪出来的弧度会比较漂亮 那拼布专用的材刀或者是剪刀 都只能专用在布料上面 不能够去剪其他的东西 否则刀片很快就炖掉了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材尺 我用的是OFRA的60公分材尺和30公分材尺 材尺的反面有雾面处理可以指滑 它的厚度是3mm 在裁切的时候比较不容易割伤尺面 正面的话有两角器的设计 15度、30度、45度、60度、90度 黑色的记号线 不管是深色的布、浅色的布都适合用 每一公分都还有10小格的一个刻度 这一款的尺非常好用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材垫 我用的是OFRA的材垫 这一款的材垫两面都可以使用 一面是英寸的设计 老一辈的人习惯用英寸来计算 现在的人习惯用公分来计算 这一款的材垫两面都有两角器的一个设计 30度、45度、60度、90度 方便我们在裁剪、化线时使用 它的厚度有2mm 不会因为刀子切下去产生了刀痕或者是割破的情形 材刀、材尺、材垫三种工具的组合 更能有效率的完成材布的动作 材布的时候要先看清楚布纹的方向 就是布边直布纹的方向 要对齐材垫直布纹的线条 要这样放 不能够把布直布纹的方向对齐横布纹的线条 这样就不对了 我们在裁布的时候 裁刀和材尺要垂直90度 只能往前走 不可以往后走 来来回回走 这样子刀片很快就磨损了 裁刀走到哪里 手就压到哪里 垂直90度 万一没有切断 重新走第二次 这样子裁出来的线条 才会直 假设你今天要裁的布比较长 你也可以把它折双去裁 对齐好 齿布纹跟横布纹之后 需要的尺寸 对齐好 这样子就能够快速的裁出你需要的长度 假设我今天要裁15乘以12 先把直不纹横不纹边边对好 找出你要的尺寸 15 12 这个就是我们裁好的尺寸 裁布的原则要先裁大的布片 再裁小的布片 裁完布的时候 记得卡榫要上锁 以侧安全 今天的影片分享到这里 喜欢苏妈妈的影片 记得在YouTube频道 点选苏妈妈原地 按赞和订阅哦 谢谢收看 下次再见